小月 小月 我来帮你干活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帮你扶出来吗 我放心不下你 一个人干这么多的活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 万一中暑了怎么办 没事 我们三个月五六 来 坐在这里 你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谢谢 先看我干活 我看你干活呀 小月 你装这些草干嘛呀 这不是草 这个是石壶 这是石壶 石壶有很多品种的 像我们常见的 有铁皮呀 红皮呀 还有纸皮 还有这种黄皮 它风干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金黄金黄的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拿来抹成粉泡水喝 也可以拿来煮水喝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石壶 对了 小月 你这次回来这么着急 就是为了回来装石壶吗 对呀 这个石子 回家里面整个的蜂蜜 我想轻松一边一边的挑头 小月 你太细心了 我还以为你回来是为了给你爸爸妈妈商量 我俩结婚的事了 对了 叔叔阿姨来 我爸爸去上山坡去了 我妈妈给他爷去了 他们晚上回来吗 晚上要回来了 那我等叔叔阿姨回来了 我想跟他们商量一下我们结婚的事情 怎么了 你是不是害羞了 不逗你了 先帮你干活 小月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嗯 可以了 你那个 你不是说我们先求婚再结婚吗 怎么这么早就想再跟我爸爸妈妈 再提一个事情 如果不先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万一我给你求婚了 你爸爸妈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怎么办 难道你想和我私奔吗 不是的 我是很想跟你在一起 再跟你结婚 但是 那是什么小月 但是 现在 妈妈还不知道 我的情况 你看说 男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说在我还没有跟你妈妈说这件事情的情况下 我就跟你在这个地方谈婚论嫁的话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阿姨 小月 你还是想先把你身体情况跟我妈妈说了 然后 再讲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吗 你这个傻姑娘 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我刚才去买了一点菜 我想等叔叔阿姨回来了 待会儿陪他们好好吃吃饭聊聊天 争取能够早一天改口叫他们爸爸妈妈 你刚才不是说了我们暂时先不说结婚的事吗 小月 我是想和叔叔阿姨多聊聊天 让他们多了解了解我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在想 叔叔阿姨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我真的好担心 他们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怎么会你不用担心 你这么好他们肯定喜欢你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对不起 对不起